恭喜我 多謝 多謝 你有沒有這個身體感應 還是我看到你都很激動 我沒有的 我坐在 當時你不在我旁邊 你這麼重要的環境 他竟然不在我旁邊 他也唱過 所以其實很激動的 不激動是惡然多一點 因為原本想著IR 叫做prepare的時候 是新人獎的時候 我和阿比一起坐 大家看到在環環 都覺得是合理 合理 預期之中 因為其實 大家都是做傳記的時候 但其實我覺得他 我不知道阿比 我當時 因為始終一個年紀上比較幼暖 不是幼暖 但我倒是不太好 我比較小 其實跟一個成熟的演員 他對那個角色的付出 是否真的有這麼多 所以當下的感覺 我覺得很開心 我在台下都已經看到哭了 其實 不用領長到已經 是啊 他看到Louis 和我自己都很感動 我問他 我問他 我說 我在台下都哭了 是不是正常的 我說這個是你又正常的 所以去到我拿獎的時候 簡直是唐特 原來沒有想過 是嚇到 直到抱他導演和君如媽的時候 情緒馬上來了 幸好我在台上都沒有太醜 沒有 簡直是可愛 我想又不需要特別安慰的 我覺得獎項的東西 有贏一定有輸 他在這行打滾了那麼多年 他一定明白這個道理 你自己呢 你自己都很想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都要找辦法平復自己的心情先 但是我想很快而已 我又不會說很介懷的 會不會在這套之後 你們也有很多品牌呢 我就沒有 你有沒有一樣 我沒有 大家幫幫忙吧 幫幫忙吧 是的 可以選擇嗎 可以選擇嗎 你現在不同的 現在 假設有得選擇 嗯 我先回答一下 都想試一下 是不是很夠患呢 那也好 你年輕一定是甚麼都想試一下 我始終我 雖然這部電影 我有帶來今天這個成績 但是 實質上你說是否真的很有經驗呢 不是的 都想試多些 看看自己哪些角色教員都比較好 都想挑戰 因為 很多人都說做演員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可以體驗到很多不同的人生 體驗到很多不同的世界 所以 希望這方面多些機會 可以和阿炳一起玩 我們沒有見過 是的 其實我們在整部影片都沒有見過 有他沒有我 有我沒有他那個階段 或者下次整部是我做你阿哥 這樣 又可以 不用 直接把現實生活放下去 其實 都想多謝阿炳 多謝多謝 真的 好 我們今天訪問做到這裡 不過說完 好 因為當初在Casting的時候 突然間 有個 很高大的哥哥 即是他 坐在我對面 突然間說 不如我跟你說多些關於韋仔這個角色的事 分享了很多很多給我聽 以致到 後來去到片場的時候 都 講了很多關於韋仔 應該怎樣去演繹 怎樣去神情上 都分享了很多給我聽 所以真的 謝謝 不用客氣 就這樣 麻煩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